从周三开始,法国新注册的机动车将领取新式牌照 法国此次推行的新式牌照为中身制 采用白底黑字样式,以及双字母三个数字加双字母格式 新式车牌左侧为欧盟标志环绕字母,代表法国 右侧则为车辆登记地区的标志和编号 在车牌上标注车辆注册登记地区的问题曾在法国社会引起广泛争论 而此次推行的新式牌照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一些灵活措施 车主有权自由选择车辆注册登记地,并可以对注册地无限次更改 所以我们必须把车辆注册上标志的标志 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个车辆选择取到车辆注册的标志 把车辆注册的标志,把车辆注册,把车辆注册,把车辆注册 或者是否把车辆注册 国家的车辆指出,此次推出新的机动车牌照管理方法 一方面有助于简化车辆注册登记管理,以及简化车主申领牌照手续 另一方面,由于车辆牌照发放业务,划归机动车销售商负责 可从一定程度上打击机动车非法买卖活动 富豪卫视,李萌威,法国巴黎报导